松野成也,平平无奇的日本学者,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有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公然违反国籍法中的内容,在战场上滥用生化武器发动细菌战的证据。 2023年7月初,松野成也发现了被称为是731部队最高级的机密,其中标明了窝口731部队的核心管理成员。 8月,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日本发动细菌战的事实铁证如山,不过还有一件事也有铁证,可知道人却非常少,那就是身为大国的美国在二战之后,完全不在乎大国责任,冒天下之大部位地和窝口731部队合作,继续反人类的罪行。 二战,东亚主战场中国。 日本组成了一支以防治疾病和饮用水进化的专业部队来到中国的土地上。 他们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第731部队,后来简称731部队。 是个人都能想到,窝口的目的绝对不只是在疾病和饮用水上。 窝的窝棚就算再小,还没有地方研究这两样东西吗? 何必一定要黑土地哈尔滨上? 731部队的成立,到后来行云流水一般的驻扎东北等地,如此丝滑的背后,意味着他们早就准备好在战争的掩护下实施军医协同犯罪了。 731部队如何折磨中国人民,那些令人发指的人体实验,很多媒体都有宣传。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黑太阳731》,所以细节的地方就不说了。 今天的重点就在被窝口真正付诸行动的细菌站。 在当时的哈尔滨,有这样一句话叫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 这平房指的就是731部队在中国最主要的实验工厂,它还有另一个称号,世界最大的细菌工厂。 1932年,当时窝口还没有全面侵华,日军中将军官石井四郎在哈尔滨的背银河建立了集中营。 彼时还没有人知道,自那时候就已经有数不清的中国人被偷偷捉进去,进行那些用语言都无法准确描述的人体实验。 它就是后来731部队的前身。 细菌站,这是国际上明确禁止在战场上发动的战术。 从倭寇当时的行为就能感觉到,他们建立731,就是为了发动细菌站。 有关证据显示,在当时的731部队总部,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被生产出来。 包括弹部限于、伤寒病毒、鼠疫细菌、祸乱细菌和碳聚热细菌。 甚至还有一部分病菌是由疯狂的医学家研制的原创病菌。 1940年,大魔头石井四郎亲自率领731部队的爪牙,带着已经被感染伤寒和祸乱的跳蚤登上飞机。 它的目标,宁波,飞机低空飞行至宁波上空,下面就是数不清的中国人,每只跳蚤都像是一颗核弹。 不久,宁波爆发大规模的伤寒传染病。 1941年,常得爆发了一场来历不明的鼠疫。 突如其来的传染病,让本来就生活困苦的中国人民更加难过,也大大拖累了当地甚至全国的抗战的节奏。 这场鼠疫的来源,在后来被证实是来自731部队。 超过30名窝口细菌专家和100名细菌士兵在洞庭湖一带散播了并不。 方荣俊,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民。 他的身份信息直到现在还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展示着,是感染了由731散播出来的鼠疫细菌的一名无辜人员。 鼠疫细菌先开始破坏了他健康的小腿,基本上完全溃烂,颜色紫到发黑。 从那之后,这位家里的顶梁柱最重要的劳动力和收入来源成了残疾人,只能用手臂帮助移动。 大病让他鼓受林寻,弱不禁风。 而这种受害者在731的脚步经过之后比比皆是。 让731部队的恶魔如何伏法,才能中和中国人民的痛苦。 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让人们大呼、解气? 这个问题想必永远都没有答案。 因为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会在亲眼看到731部队的罪行之后, 都会认为不管用任何方法,都不能让恶魔们弥补自己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那年倭寇无条件投降,远东军事法庭成立, 用了两年半时间在东京审判上审判了二战在中国和亚洲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 可是这场审判中根本就没有731部队的成员。 因为他们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行为, 就注定要用一个单独的公筒单独研究。 于是,伯利审判诞生了。 伯利审判是一场专门讨伐, 审判在战场上滥用生化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战犯, 他们都是731部队的成员。 审判之后, 12名发动细菌战的始作俑者, 仅仅被判有期监禁二到二十五年不等。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这些战犯所说的供述让731部队的存在。 他们的行为和发动军国主义细菌战的事实铁正如山。 当时的工作人员问战范川岛青说, 你能不能证明日本发动细菌战的事实? 川岛青回复, 是的, 我可以。 请问当时731部队第四部, 每个月可以制造多少有害病菌? 公诉人问, 川岛青一个月可以制造出鼠疫细菌300公斤, 或者能制造伤寒病菌800公斤。 如果是霍乱病菌, 可以制造一吨。 这不是生产钢铁, 也不是生产日用品, 而是每一个都小得看不见, 比一小段头发丝不知清了多少的病菌。 731部队, 按公斤甚至按吨为单位进行制作, 而这还仅仅只是731的一个织布的每月产量。 在公诉人询问川岛青如何获得用于人体实验的活人的时候, 川岛青这样说, 一般都是从宪兵队里。 有中国人, 也有朝鲜人和美国人。 还有一部分是直接从部队的监狱直接领取。 你们的监狱一般灌多少人? 川岛青说, 每年最多有600人。 这600人在被关进去之后, 就相当于被下达了死亡通知书, 甚至是地狱邀请函。 曾经有几名中国人被从731的总部放出来。 但在临走之前, 那里的窝口请他们吃了一顿, 被浸泡过鼠疫细菌的白馒头。 他们离开之后,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了侵华日军的细菌导弹。 凡是与他们接触过的都会感染病菌, 尤其是当初帮助受害群众的主体, 抗日队伍被感染得相当严重。 柏利审判里统计的数据, 731部队的一个监狱, 就被证实有3000人死在了致命病菌的感染下和各种非人的人体实验的折磨下。 很难想象, 当一堆穿着白大褂, 头戴绿帽子和防毒面具威胁受害者的时候, 他们会有多么的绝望和无助。 美国勾结731, 柏利审判, 如果是一场公平公正的审判, 哪怕战犯没有被执行死刑,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慰藉人心。 但后来的证据证明, 在柏利审判中, 美国就已经和731部队相互勾结了。 石井四郎, 他是731地狱中所有恶魔的老大, 更是这一切的火根。 然而, 这样一个重要人物, 却缺席了柏利审判。 为什么最应该被审判的人缺席了审判? 答案已经显而易见, 美国已经收留了魔头, 同731相互勾结在了一起。 美国勾结731, 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 其在二战期间, 美国也研制了不少生化武器, 也有进行细菌栈的想法。 丢二次元, 美国都面不改色, 更何况是生化武器了。 2021年6月,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再一次公布了美国和731部队勾结的证据。 在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向日本支付了仅25万日元, 就获得了731部队几乎全部的实验内容和结论。 这里面有关于细菌感染的, 也有各种各样的人体实验数据, 比如被超低温兵动过的人体组织是什么模样, 活体解剖相关内容, 还有像心脏注射空气的研究结论等。 贡献这些数据的, 是无数死不明目的无辜中国同胞。 汪文斌说, 美国还向全世界隐瞒石井四郎和731部队的罪行, 肮脏的交易, 换来头号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的苟且偷生。 对于这一点, 美国人的意思是, 石井四郎犯下的罪行和他的实验结论相比, 可以说是不值一提。 这意思就是, 在美国人眼中, 石井四郎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人物, 可能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承受民族痛苦的并非美国, 所以他们才能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德特里克堡被认为是2019年年底, 新型冠状并不的来源之一。 这不是空穴来风, 国内外相关学者都在研究之中, 发现最近几年, 世界各类疫情, 病菌的泛滥, 和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布的200多个实验室的分布, 有微妙甚至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且不说新冠病毒是不是来源于德特里克堡, 但说那里的细菌就是全球最多最全的。 而他的特别顾问之一, 正是缺席了伯利审判的石井四郎。 由此也要想到, 美国如果愿意勾结731部队的成员, 那就说明他勾结的绝对不是仅仅石井四郎一人。 为了得到血红色的, 不知道堆叠了多少生命的肮脏的实验结果, 美国竟然选择了最不能选的那条路, 与狼共舞。 1995年10月, 石井四郎死亡之前, 他一直都在接受美国和日本的庇佑。 美国也在二战之后, 通过驻日美军拉近和日本的关系。 作为一个大国, 美国不负责任, 勾结反人类群体的行为, 深深伤痛着每一位中国人。 能原谅反人类的人, 又能是什么好人呢? 汪文斌的那句话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心声。 请问美国什么时候能给全世界一个交代?